出现了第一例确诊孕妇顺利生产的个案 这名孕妇15号到万华找朋友 因此确诊 连她的先生也染疫了 院方得知消息之后 决定让她剖妇产 负责接生的医师就说 生产过程真的是一波三折 医护人员完全不敢大意 穿着全身的防护衣 一路从晚上9点到午夜都不敢喝水上厕所 过程惊心动魄 但还好一切顺利 还生下没有染疫的健康宝宝 眯着小眼睛放声大哭 医护人员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头 小心翼翼为宝宝盖上脚印 这位在19号深夜诞生的婴儿 是全台第一位染疫确诊妈妈生下的宝宝 医护团队的手术一全湿透了 布满产妇妈妈的养水 但只要母子均案再辛苦都值得 很热 你会听到 你一直会听到你的呼吸声 但你的呼吸声越来越明显 你的父母亲就一直起步 你是看不到那个出血别 你只能说就是让磨磨磨磨当中去提起 但是幸好手术过程是还蛮顺利的 健身团队全副武装 全身是防护衣面罩手套脚套包紧紧 晚上六点在急诊前望穿秋水 等着产妇到来 但就护车忙着将轻症等患者送到医院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产妇才安全抵达 团队自称快刀手在一小时内完成 健身任务 由于妈妈确诊不宜插管手术前不断开会 最后决定剖腹产半生麻醉 虽然妈妈一是清醒 但过程中也尽量不能和医护对话 宝宝一诞生马上送往病房隔离裁剪 幸好是阴性没有垂直感染 虽然现在确诊妈妈不能和宝宝相见欢 必须隔离各自有医护照顾 但母子居然的好消息 也为疫情时要生产的孕妇妈妈们 都在添一份信心 华尔新闻财亭云陈玉台报道